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对于这个预算呢 在整个悉尼其实话语权是非常大的 不单是三房的水井公寓 亦或者是带地的 在一些比较好的位置的独立屋 可能地不是很大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预算 它的投资的结果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今天呢 我带大家来看一套位于悉尼上东区的三房两位两车位的水井公寓 那么这个物业的水井呢 可能会颠覆你对悉尼水井公寓的认知 我觉得是顶级的水井 其实所谓的预算弹性比较高 并不单单是因为这个预算比较好 而是在我看来这个预算在任何的区都能买到一个非常像样的物业 以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位置来讲 三房的公寓最贵可以卖到将近900万欧币 那么今天我们看的这套房子呢 价钱大概是在240万左右 我们综合的来讲 有些区的房子 它的价钱差是比较高的 那我可能作为buyer station的 我可能更看重的是这个房子最后的一个结果 就是它的capital gain是如何的 客人在hold这个房子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任何的风险 那单就这套房子来讲呢 楼稍微旧了一点 物业费稍微高一点 大概一个季度是在5000多澳币 那这个数字呢 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一会儿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房子里面的样子 好吧 我是我的我们来看那个房子啊 今天是很喜欢这个房子 在这里面的风险跟10 comprend一些慈患的这个房子 不是什么的吗 我告诉你 或是哪一场房子才能用这个房子 还有个房子那么多的房子 我先上去房子的房子 这房子是在房子上小的房子 我先上去房子地利用上去房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这个房子呢景观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顶级的水景在整个放眼泉悉尼都是顶级的水景 但最主要的问题呢还不是物业费 这物业费呢五千多不算高 有的三房在东区是可以干到一万多的 而且还不是special levy 我觉得这房子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楼有点旧 第二点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房子的涨幅 我没有看到一个让我感觉很有说服力的一个数据 所以我可能这个预算不太会考虑今天的这套房子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你买投资房的时候 你不能过于感性 如果你过于感性的话 你可能会买错哦 好吗 本期大物看完日记就这样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